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最敏锐的 所以其实这些利空消息 它不会每一天持续在干扰股市 那我说过 其实你想要知道中美贸易大战后市的变化 最重要的化繁为简 把中国大陆的股市打出来一看 当作观察指标就很清楚 我们看一下上证指数 今天虽然是一个整理的形态 不过低点已经慢慢的电高 没有再破新低 那当然我们不期望 这个大陆股市会马上V型反转大涨 那基本上它只要能够维持相对稳定 不要再破新低 那就可以了 昨天大力光召开法说会 公布了第二季财报 非常的好 还有后面的展望也很乐观 那其实现在台湾股市 最重要的两档股票 一个当然大力光 因为他是股王 而且是平盖股跟光学股的精神领袖 另外一个就是被动元件的国具 因为他是股后价位第二高 而且被动元件是现在盘面当中 业绩最强的族群 也是人气最旺的族群 我们把这两档股票拿来比一比 大力光股本13.41亿 国具股本42亿 稍微大一些 不过严格上说起来 这两家公司的股本 都不会算是大型的 都是偏向中小型 大力光公布出来 第二季毛利率68.61亿 非常高 第二季的EPS 一季就赚了41块以上 那么法人预估今年 大概可以赚到200块钱 当然非常的强 所以不愧是当今台股第一股王 我们看到国具第二季的毛利率 法人推估大约是在70%左右 因为国具目前第二季 实际上的财报还没有出来 但是法人估计 大概会落在70%上下 第二季的EPS 大概是在30块钱 其中我们知道 4月份的EPS是7.43 5月份是9.95 再加上6月份营收又暴冲 有机会加起来 整个第二季可以达到30块左右 全年度则是在120块钱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单就第二季的EPS来讲 国具是大力光的四分之三 对不对 如果以全年度来讲的话 国具的EPS大概是大力光 打6折 对不对 国具甚至它的毛利率 还超过了大力光 如果说大力光 今天股价已经创新高 来到5000元以上站稳了 那各位想想 如果以全年度来说 国具的EPS是大力光打6折 那你认为 现在在1000元这里的股价 有没有被高估 还是太便宜 我让大家自己去思考 那至少我们从筹码面来说 这个礼拜 国具有一个大股东 是陈泰明的前妻 把1.2万张的股票转让出来 没有在市场上到货 而是去找了投资机构 包含阿布达比的主权基金 在内的一些法人机构 承接了他的部位 承接的价位 是在972到1003元 也就是说这一次 国具完成了一个 大量的中期换手 那么新的买方 进场承接的成本 是972到1003 各位把它记起来 这个将是国具 未来在中长期上面 很重要的支撑区 因为这些投资机构 不是慈善机构 不是谁想要卖股票 他就佛心来着 把你的股票收藏带回家 不是嘛 他是要投资赚钱的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一约一约 在1000块左右 他敢进场买 这个绝对不是省油的灯 那当然整个被动元件 的确就是呢 台股目前业绩最好族群 第二季的淡季 我们都看到国具呢 营收还在逐月的喷发 第三季 真正的旺季来了 当然会更好 那么国具的股价 目前还没有 立刻的大涨表态 那就是在做一个整理 那消化一些呢 短线的福尔 但是呢 上升趋势 丝毫没有做任何的转向 那么只要国具呢 随时开始发动攻击 被动元件 我还是非常的看好 但是这个族群 当然你要去挑选一些 业绩真的很好的股票 那除了国具之外 那被动元件 第二高价的 就是华星科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指标股 我们今年华星科呢 已经来回做了几次 除了四月份那一次 我们是用一个大波段 很完整的倍数方式来操作 那么目前其实 大概在最近这一个多月 我们是用了来回的方式操作 增加了一些灵活弹性 原因在于呢 位阶已经不一样了 四月的时候 带家族朋友买华星科 是一字头 一百多块钱的成本 所以怎么震荡都没关系 因为呢 它就是慢慢的往 两百三百四百走 大赚倍数 那来到四百多之后 开始震荡 有时候还会呢 跌回到三百多 所以这边就要呢 比较懂得灵活操作 那六月二十六号这一天 我们再一次进场 股价呢 供到涨停板 三百五十八点五 那七月二号 再供到涨停板 四百五十八点五 七月三号股价开高 最高来到四九一点五 我们呢 在找盘开高 几乎就在最高点附近 让家族朋友做了减码 这是在七月三号的时候 接下来在七月九号 股价呢 拉回跌破平盘以下 最低回撤四百的关卡 我们再次去做买进 那昨天拉尾盘上来 又收在四四一 今天的股价呢 又冲回到了四百五十二 所以呢 又从呢 三百多块 操作 来到了历史最高 四百八四百九附近 结买一半 再拉回回撤四百关卡的时候 再买进 到今天呢 又来到四百五以上 又是五十块价差 所以这就是呢 来回来回来回操作 所以有的时候呢 同一个族群 你要考虑 在不同的位阶之下 做法要弹性调整 因为我讲过很多次了 被动元件 在四月的时候 大家不是那么认同 散户呢 都在观望的时候 那时候只有少数人 已经呢 把下半年整个利多都掌握到 所以那个时候操作被动元件 会最好赚 赚得多赚得快 那大概这一个月以来 被动元件呢 操作难度 其实增加了很高 所以我不是看好这个产业 然后就鼓励大家 自己就可以 拼了命下去冲 不是 因为现在的被动元件 已经跟两个月前不一样了 现在的操作难度 提高了很多 因为筹码 普遍来说 其实都比较乱 那所以 除了基本面重要之外 筹码面 也是一个关键 要怎么挑被动元件 要怎么找到下一档 被动元件的黑码 就很重要 那么我们这个礼拜呢 让家族朋友呢 就很漂亮地掌握到了一档呢 被动元件的黑码 价位 不用呢 像其他 国具 华星科 甚至奇力星大一 这些三位数以上的高价 这一档被动元件 是中低价位的 而且呢 筹码干净 筹码集中 那么这一档股票 就是呢 6155均宝 那昨天在节目当中 跟各位讲 我们要让家族朋友呢 来好好掌握这一档 被动元件 因为呢 你可以看到 它的囤货主力 很明显的 在最近呢 是连续的进场 所以这是近期盘面当中呢 少数一档 散户没有进来 反倒是主力 一直在吃货的被动元件 而且还是中低价位的股票 那当时的位阶 是不是进入到一个 很漂亮的中段整理 一字形底部 好 那我们看 下面呢 为什么成交量缩 因为呢 它是20分钟的 分盘处置交易 所以分盘处置的时候 当然呢 成交量就会不见 那代表呢 大户习售 那至于说散户呢 一般而言 很多人会因为分盘处置 就会说 哎呀 因为怎么样很麻烦 哎呀 因为户头怎么样 因为要汇款 或怎么样 其实会有很多理由 那我昨天 在开盘之前 就是本周四开盘之前 就直接通知 我们的家族朋友 进场买进 有些家族朋友 直接电话拿起来 就通知他 亲自通知他 直接去做敲进 那有些 我们统一 用讯息的方式来带领 重点是 都在开盘之前 完成了通知 所以昨天呢 均保一开盘的第一笔 45块1 其实就能够买得到 那接下来 即使涨上去 我相信呢 只要你有心 你一定能够买进 真的不要说 找很多理由 因为分盘处置 没有办法买什么什么的 那为什么 要跟大家讲 做股票就是要积极 因为你看看 今天的均保 开盘之后 非常快的速度 直线工上涨停锁住 今天涨停板的价钱 是51块7 昨天开盘的价钱 是45块1 是不是已经差了 6块6毛钱 差了6块钱以上 这个叫做呢 积极跟消极的代价 昨天有人 就是能够买得到 有人就是愿意去买 这个就表示呢 他有赚钱的企图心 那很多人 常常呢 会找各种理由 限制了自己 可是啊 你想想看 如果你想变有钱 你要不要比别人 更积极努力的去赚钱 不然钱怎么会来找你呢 钱就算从天上掉下来 他也要知道你家在哪 才会掉到你家 所以当然是要有一个 积极赚钱的企图心跟动作嘛 所以哦 昨天能买的人 是最大赢家 因为昨天就是分盘 处置的最后一天 今天 观景币结束放出来了 直线工上涨停板 那所以这就是昨天的人 今天他能够获得的甜蜜的报酬 所以赚钱真的要很积极 那你有时候想说多等一天 等到今天方便了 很好买 因为今天正常交易了 可是呢 价位就变高了 所以不要羡慕别人有钱 要学习别人是怎么样有钱 先学习积极的获利赚钱的企图心 好 那恭喜呢 这一次所有跟上脚步的 我们的旧的家族朋友 还有包含 昨天打电话进来 那跟着我们今天进场操作的 新的家族朋友 只是下一次如果这个机会的时候 记得你的电话要再早一天打 更早一天 你如果礼拜四就跟着魏洋老师 一开盘就买 是不是赚更多 记得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所以讲到机会 当然我们还有新的机会要给各位 而且这个机会 我想没有人可以再有任何的借口 你不能错过 因为这不是一档分盘处置的股票 所以不要再有任何借口 那么有一档新的标股 这档股票 它现在位阶很低 均线全部纠结在一起 正在底部整理 所以没有什么下档的风险了 因为它就已经是在很低的位置 那之所以现在股价在低位阶 是因为上半年 它的业绩比较平淡 可是没有关系 股票要买的当然是未来 股价要涨的是未来 有没有这个本钱涨 那么这档个股 因为它上半年营收已经确定落底了 甚至其实第二季就已经比第一季来得好 但重点来了 是下半年是传统的旺季要大爆发了 而且这一次的旺季 因为它有新的产品 新的产品还推到了新的市场 渗透率持续增加之下 出货的动能会很强 会回到历史的高峰 甚至再创新高峰 而公司派所在的地缘券商 在最近的底部区 我观察到我发现了 他们悄悄吃货了四个月 过去这四个月 股价明明没有什么表现 可是大股东不动声色的 默默低调的买了四个月的时间 从三月份到六月份一直在吃货 现在应该是已经到了吃饱了 进货完成准备表态的时机 因为最近的一两周 大户持股比率急速的跳升 这档个股将是一档 低风险高报酬的潜力股 而且又是一档中低价位的股票 人人能买 人人买得起 人人能够参与 人能赚得到 所以这档好的股票 特别保留给电视机前面 还没有成为权威家族的朋友 好好珍惜这一个机会 股价目前已经来到了主力成本线 我相信一旦表态突破之后 很可能就是一个大波段的行情 下半年的旺季才正要开始 从下半年你会开始在报纸上 看到营收成长的利多 接单出货爆发的利多 一篇接一篇的利多新闻 会开始把这两股票炒得很热 所以这个难得的机会 跟上我们的脚步 下个礼拜一起来布局 大家一起发 威力188一起发 今天会开放八个名额 给动作快的朋友 现在立刻倒数计时开始 电话立刻拿起来 直接在广告时间马上播通 我们休息一下 大家好 我是郑宁娟 非凡商业台只要前涨大 改版咯 黄金 债券 基金 投资商品 最新的资讯 全部都在最专业的理财节目 只要前涨大 掌握第一手的投资趋势 请锁定非凡商业台 只要前涨大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喻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得到了 钱所衍生出来的十一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非凡商业台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好 接下来几天 是所谓的生计月 那生计股其实 向来也是内资 大户主力 很喜欢操作的一个族群 只不过呢 其实生计股 今年跟往年的特色 不太一样 往年比较走的是一个 所谓生计要有梦最美 想象的题材 那讲到想象 一般当然就是新药股 今年不是 今年的生计股 大家呢 要买先求安心 就我最近常讲 先不伤身再求疗效 那什么叫做安心呢 有营收成长 有获利成长的 那么主要就是以 医财跟医美保健为主 那我们看像这一波 4107邦特医财股 那最近的股价 跌升之后开始反弹 前一段时间下跌的时候 外资站在买方 下跌的时候 跌升了 投信也开始进来了 等于呢 目前以短线来看 土阳两大法人 同步站在买方 6月营收 创下历史新高 预估第二季的营收 会带动呢 毛利率的扩张成长 再加上汇对的损益 所以财报会有亮点 下半年菲律宾的新厂 还会有第二条产线 加入贡献 所以这一次呢 很有机会 走V型反转回升 那这个呢 甚至它可能根本不是N型 直接就是V转回升过高 可以好好来追踪一下 那另外呢 我们讲到 光学镜头这个部分 浴金光 是一档长线值得呢 去做追踪的股票 这一次的股价 为什么从580开始拉回 最主要原因就是呢 市场所期待的苹果后镜头 到底是不是能够呢 顺利的出货 那我在昨天节目已经提到 这个部分呢 早出晚出 它一定是会出 只是贡献的时间点 所以呢 这档股票我们看好 但是呢 如果你要操作 我给大家一个建议 第一个你不要融资 第二个呢 你要有波段耐心持有的决定 因为呢 这个出货时间点 它还是有可能会有些变数 但是我已经强调了 早出晚出 它是一定会出 所以你以长线来讲 你低档买 是不会吃亏的 那因为我们先前就已经卡位了 所以即便最近呢 做了拉回整理 我想我们都还是能够很客观的去做追踪分析 因为不怕它震荡 因为只要你低档买 自然呢 抱得住 好 那另外呢 讲到莱德 我想全市场 我应该是呢 分析光碟片莱德 最用心 也分析最终最久的一个老师了 那甚至把投信从五月份以来 一直买到七月初的平均成本 都公开给各位知道了 那如果说你再没有把握住 这个赚钱的股票 那真的只能说自己呢 心态上面 可能是败给了犹豫不决的这个弱点 因为你甚至有一度的机会 我们讲这几天 你还有机会买的比投信还低 比投信的平均成本还要便宜 那如果你当时14块以下有上车 虽然成本没办法 跟我们当初最低的7块比 可是呢 假如你14块以下买的比投信低 你看看今天股价 已经涨到了最高16块9了 是不是很强 那莱德我想呢 因为AD归档光碟7月份呢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要爆发的月份 因为呢 要正式开始的大量出货了 所以当然没有看待它的理由 那唯一就是呢 筹码越干净越集中 股价的走势就会越干脆 那筹码一乱就是整理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筹码一定会影响到一档股票 它的上涨速度 那昨天呢 其实有一条新闻 我很想跟各位谈 但昨天时间不够 今天花点时间来谈 刚好呢 把筹码呢 摊开来看一下 我想昨天应该 很多投资朋友都看到了一则新闻 可曾呢 透过了旗下三个子公司 卖出了加联益的股票 而且是大坎的持股 那原本的持股比例超过10% 现在卖到大概只剩下3%多 那原本年初的时候呢 讲好的是强强联手 那垂直整合了重效 大家来抢苹果订单 结果搞了半天 不是长期合作 不是长期投资 变成短期炒股 年初才参股的 结果现在 可曾呢 竟然 事后马后炮 跟大家讲 从5月开始 它大卖加联业股票 我只能说 有些公司的心态 这笔账 好好地把它记着啦 但这个不是我今天要谈的重点 重点是呢 市场上有很多人 都有加联益的股票 而且是很多散户 那昨天 我们从加联益的盘后筹码 看到了一个现象 原本也持有非常多 而且买了很久的投信 昨天一口气 卖超了9000多张 而且是赔钱卖 但是散户呢 反倒是 向下承接摊平 你从筹码来看 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 散户 站在买方 因为融资是大增的 代表是在做摊平 而投信呢 是大卖的 其实前面投信 4月5月 买了相当多 目前是套牢的状况 那他反倒是愿意认输 挺损 那其实让我非常感慨 想跟各位呢 语重心长的 也非常的诚心诚意的 跟各位提醒 股票呢 看错 做错 谁都会有 再厉害人都会有 投信也会有 外资也会有 威廊老师也会有 连股神巴菲特都会有 但是呢 只有一错再错 才会让自己最后变成 一无所有 所以各位要好好的 去体会一下 股票不是要追求 每一次交易都做对 谁都会有 看错做错的时候 可是呢 你要尊重股价的趋势 倾听股价的 告诉你的温柔情话 不要呢 明明该停损的 不愿意 结果呢 死报活报 甚至还反手加码 那就像我说 很多投资人呢 跟我说 他们呢 很欣赏我 也看了我节目一段时间 只可惜呢 相逢恨晚 因为呢 有的人在半年前 已经参加了 其他的投顾 有的人在一年前 已经呢 成为其他的会员 那明明呢 这半年来 一年来没赚到钱 套了一屁股 赔了一缸子 可是呢 因为考虑到 会期还没到期 很不甘心 其实这个心态 就跟股票呢 趋势已经反转了 可是你却不愿意 面对这个现实 去执行停损 去积极地 解决这个问题 改善这个问题 其实有时候 股票停损没关系 你把它换到对的股票 很快就赚回来了 所以哦 停损 不会让你富有 但可以让你免于 一无所有 那 现在你手上 可能还有一些股票 不知道怎么办 没关系 威阳老师呢 一定会全心全意的 帮你好好的 把卖 诊断一下 哪些股票 可以留 哪些股票 该换 那当然呢 最好的是 你赶快呢 准备好资金 跟着我们去买进 这一档中低价的标股 现在股价呢 在底部区 均线纠结 现行 正准备处于突破 那下半年业绩 要开始爆发了 有新的产品 新的市场 公司派大股东呢 巧巧地吃货 四个月 那么这一档股票 即将开始爆发 好好跟上我们的脚步 把握威力188的计划 带大家一起发 今天特别开放 八个名额 听说呢 刚刚呢 已经呢 在广告时间 已经抢满了 现在我们再增加 八个名额 现在立刻开始 正因独立判断 现胜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